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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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去哪儿啊 阿秋 你在这儿好好待着 顺便帮我照顾一下这个呆树伤 走 跟着他们 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看样子是云州城 云州城 是哪儿 为什么要抓这么一群好吃懒做的书生啊 走快点啊 给我起来 你这个废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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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谁 要把人带去哪儿 想要活命的话 就赶紧走 对 打架就打架 你为什么要咬人 是个鹅精 那我不得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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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给人打出原刑了 杀手锦 真心实义服 你们二老爷最近有什么活动和计划没 我老爷三日后要举办赏联大会 这可比云来镇酷气多了 瞧你那没见过市面的样子 云州可不是镇子 它是仅次于王都的大城市 琼华门就在这里 那你给我做个简讨呗 好啊 叫上师兄来听听 我觉得 我觉得啊 还是阿秋啊 从来都不提条件 不好意思 让一让啊 饿了啊 找点东西吃吧 你看 有个饭店 肯定要好吃的 走走走走 走 走 一会儿咱们吃点东西 来啊 二位贵客 今天想要什么房型了 房型 你们这儿不是饭店吗 本店有专门为修真人士推出的 行走江湖提身行脑方 还免费提供 最新一手江湖秘文 客房清神教醒练功服务 还额外赠送各大门派 功法诀窍秘籍一份 这 这么好 怎么样 要不要来一套 好 你就给我来一套煎命果子吧 快 客官 请回吧 请回吧 你这是在赶客吗 飞燕 本店专注履想住宿 餐饮不在本店经营范围 你们好奇怪啊 饭店没有饭吃 饭店 分明知道这不能吃东西 就是来看我笑话的 走了 带你去吃好吃的 这个还差不多 等一下 先吃那个 老板 你给我来一个吧 可以 到后面排队 走吧 走 来 过来 你帮我排队啊 你去哪儿啊 我去买点别的东西 你记得 帮我邀一个小鸟的 走了 别走远啊 免费过夜 自助美食 歌舞娱乐 样样都有啊 今天免费大放送 真的是免费出宿 别走啊 公子 还有免费酒水 什么是产食啊 免费啊 可以进去看看 这里面都有什么 各位 免费免费 你干什么去 我进去啊 不是 你 你确定啊 你要进去啊 你不是说免费吗 免费那我就进去 那倒是 说不定 你还能挣钱呢 真假的 我还能挣钱 真的 能挣 挣大钱 进去看看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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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得很好啊 放心 这照片啊 喜欢你喜欢的 这么好玩的地方 来 等会儿 我还头一次见呢 去吧 这口玩可只有咱这儿了 尝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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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我们这灯里了吗 我跟说啊 找了一个姑娘 来 瞧着身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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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休闲好去处 人间天堂本酒楼 姑娘 我们云州酒楼 可是云州城里最豪华 最梦幻的地方了 你可喜欢 嗯 西花 姑娘正值青春 又是如花似玉的好年纪 云州酒楼要是有了姑娘 绝对是锦上添花呀 只要姑娘愿意留下 一年四季包吃包住 琴棋书画免费教学 每月结算保底工资百两 城中名流资源尽可共享 如何 百两 这么多吗 哎呀 你看看这儿的环境 这儿的地价 百两那都是打底的 好 我愿意 非常愿意 行 愿意就赶快上去换衣服吧 嗯 好 去吧 这边 走 上来 姑娘 衣服换好了吗 好了 哎呀 你说说你们 你们这九楼送的衣服质量不行 这东缺一块 西缺一块的 姑娘 楼下的公子都到了 咱们下去吧 是吧 对 走 走走走 赵叹叹 谢谢公子 来呀 快给我过来 来来来 再喝一杯 再喝一杯 有什么不行的 可以 来 慢点 慢点 再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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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 姑姑 没事吧 你看看 她喝了多少就到了 你叫丫头给我少喝点 叫她来陪酒 你是来品酒 她一个人把这酒全喝了 你说谁结账 是是是 姑娘 你干嘛呀你 你干嘛 你干嘛 相逢就是缘分 姑娘 谢谢谢谢谢谢 姑娘酒量这么好 谢谢谢谢谢谢 我们喝杯交杯酒 对 对对 交杯交杯 交杯交杯 交杯交杯就是这么喝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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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崔湯元 还不快去把衣服换了 公子 你说什么 那个又好吃又好玩的酒楼 居然是 居然是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把自己卖了 还提人数钱的 那种 云州城可真奇怪啊 饭店不能吃饭 酒楼也不能正经喝酒 我再提醒你一次啊 云州可不是你去过的 那些小镇和村落 这里豺狼火爆多得是 这是什么呀 你要的糖尿 睡了 没事 睡了也能吃 甜的 你试试 潘潘 崔秋 阿秋 我可算找到你们了 你怎么来了 对了 我跟你说啊 我之前真是一团乱 我都没来得及 找机会联系你 我就想着 等到了云州之后 我找到了落脚之地 再给你写信 我也是听莫言说的 说你们可能在云州城 我就想来碰碰运气 真的遇到你们了 你消息可真灵通啊 那么快就跟上来了 是啊 我已有莲子的消息 就想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找到莲子了啊 也不算找到 就是莫言说 这颗莲子可能在云州城 但是 确切位置还是得靠崔兄来 感受一下 崔大元 那你感受到了吗 不好意思是吧 没有 没关系 我让莫言再好好找找 你也好 我正好还没玩够呢 还玩呢 不许再乱跑了 我们还要找落脚的地方 就不陪你了 走 等等 二位 那个 我七叶客站在云州也有分站 要不去我那里 你怎么不早说啊 我 我这不是怕崔兄介意吗 你这小眼神还不好意思开口了 怎 怎么会呢 你看啊 我们木白真人 为人坦荡心胸开阔 怎么会介意呢对吧 你看 我 他没有否认 就等于承认了 未来徒弟啊 这个 你未来师父跟师伯要入住 那这个费用不 自然是免费 走吧 来 走 坦坦 你不是肚子饿吗 我带你去吃 全云州最好吃的美食 舅兄 房间留好 明天一定去 告辞 不是 那我们先走了啊 坦坦 崔兄 尊上 匆匆忙忙的 怎么回事 启禀尊上 有消息传来说 崔臣撞到儿府的下人 掳掠书省 现在已经起身前往云州城 要参加赏联大会 我担心我们的计划 会出问题 这个崔臣 好好地连此部长 倒挺喜欢管闲事的 无妨让他去 我倒想看看 这当年的守护者 是不是名府其实 那儿府那边 一定要巡视一下 不要出什么乱子就可以 是 属下明白 崔臣 千万别让我失望 好 对了 赵坦坦跟他在一起吧 是的 这好戏才刚刚开场啊 赵坦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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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 三间房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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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抱歉 本店暂未营业 七夜客栈入住时间为每天紫时 现在无妨 想住店 等到紫时以后再来吧 紫时啊 为什么是紫时啊 这是本店特色 另外 请不要动我的东西 没得商量 早一秒都不得入住 不 不用动我的东西 注定集黑 黑 黑店 掌柜 你们现在 做黑店都这么明目张胆的吗 你们不怕被抓吗你们 不行不行不行 我再去找阿秋 你们真是太不厚道了 过分 老妈 阿秋 来来来来 你们总算来了 不是 你们七夜客栈怎么是个做黑店的 你误会了 其实在夜晚入住七夜客栈 可以看到整个云州城最美的业绩 原来是这样啊 你们不愧是大城市 做个客栈都这么讲 少爷 您来了 老妈 少爷 这二位是我的朋友 要住在这里 你通融一下 开餐间上房吧 是 少爷 莫言 公子 对 对 对不起啊 邓兄弟 我不知道你在后面啊 没事 你找几个手艺好的厨子 准备我们的一日三餐 是 主任 坦坦 你别害怕 那是我的助理莫言 有什么事随时吩咐 他会立刻出现 好 好 我发现你这人太贴心了 房间开好了 少爷 你的一号房 这个公子 我给他拿吧 这是二号房 咱们上楼休息吧 你说这有莫言 还真的是神出鬼没的 的确是个高手 这也太舒服了吧 云州城旅游手册 便宜卖了 儿府赏联大会内幕 一网打尽 云州城旅游手册 便宜卖嘞 最新时事抢先知 客官 要不要来一份 来来来 来一份嘛 那是好东西你都不要 来 云州旅游手册 便宜卖 便宜卖了 便宜卖了 来一份来一份来一份 你要是吧 来 再给一份 怎么样 好东西吧 那你们看这钱 是不是可以 他喵的 我们看你东西 那是你的福分 你他喵的还管我们要钱 要不是因为阳光明媚 我一定要打你浑身粉碎 我这 我不敢要 我不要了 不要了不要了 你敢要 信不信我打你浑身粉碎 低调 师兄你看 这家客栈 太气派了 像极了我们天鹰宫的气质 今晚就住这儿了 走 走 顶级黑店 七夜客栈 不让进啊 也就是说 不到紫时 不开夜呗 那不让进也就是不让住喽 不让住就走了 走就走呗 我还瞧不起七夜客栈呢 旅游手册便宜卖来 便宜卖来 最先实事 抢先知 大哥 大哥大哥 来 来 给我来一份 你又是吧 来 吃吧 这好像是赵坦坦 什么好想 你想知道 那就是赵坦坦 这不是鸟与花香两位道友吗 是鸟与花香 没事没事 不重要 不重要啊 不重要啊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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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是我现在有点事 懒字便 赵坦坦 你们亲缘派是最不想信用的 跟我们说转机灭狐狸 怎么到现在 连狐狸一个毛都没见到啊 我跟你说啊 今天你要不给个说法 哪儿你也不要去 走不掉 对对对对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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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大哥 我真心实意地跟你们道歉 你们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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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怎么就说不定卖哪儿 行 那好 我们找路人评评你啊 评评你啊 评评你 男人评评你啊 评评你 大哥 大哥 你看这两个人 两个大男人欺负我一个弱女子 我真的是 你 你评得了吗 不不不 评你 你 你凌吗你 救命 救命 拉住他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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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他秒的 我顶 救命啊 你啊 你啊 我 我 继续之后啊 我该把你们俩 我哪儿跑你 赵阳南 你就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啊 有本事咱们正大光明打一场 你们两个人打我一个儿 还好意思说正大光明 你要僵嘴是吗 我还可以打 你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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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阳阳 你这半天赵什么阳阳 这这儿呢 赵阳阳 在这儿 来 这儿放开 是你们俩要杂我七颗阵的招牌 赵氏 其实咱们是自己 给我滚 滚就滚 把他们赶走吧 跟我斗 你们还嫩着呢 莫 我 我 刚才怎么了 没事 哦 没事 就是你要有花香 幼魂不散 别我给赶跑了 就凭你 嗯 好奇怪啊 我刚刚好像看见莫言金贵 下次他们再出现 可以不用叫莫言 我叫莫言 我叫莫言我叫你啊 我难道不比莫 女侠 女侠 不 女侠 刚刚不是我替你的 你别找我算账 女侠你误会了 我是想跟你说说 我这旅游手册呀 我这本旅游手册 可是记录了云州城 所有的密新 包括雄化门的宝库 还有儿府的地形图 这个儿府 在云州这么有名 是啊 儿府 这 这个儿府啊 有俩景 一是这景色 二就是儿府的主人 儿老爷 这个儿老爷啊 与其说他是伪乡绅 倒不如直接说 是一个恶霸 儿老爷 是儿老爷 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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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噓 噓 这个儿老爷 他最忌讳别人喊得像只鹅 你们要是去到儿府啊 可千万不能得罪这个儿老爷 上回 有个小孩碰到他的衣角 没过一会儿就落水了 对对对 干啥呢 看这阵势 这个赏联大会不简单哪 一个赏联大会这么多修真证 有意思 看我的哈 过来看看 二位道友好呀 这个 你们也是来参加赏联大会的吧 不错 哦 那这个赏联大会到底是干吗的 何着你不知道啊 看来是没什么名气的门牌 也别跟他废话 停停停停 二位道友 你们这么说可就不对了啊 来 我来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 他呢 就是鼎鼎大名的木白真人 弟弟 木白真人都来了 看来咱们得赶紧想对策 走走走走走 走一 啊 啊 啊 就要这个吧 他们怎么奇奇怪怪的 一听到你的名号就跑了 来 就越来越有意思了 我刚看到好几部修针者走货 他们都是来自各大门派的 而且对儿府的赏联大会讳莫如深 你说这是为什么 鹅老爷又抓书生 又办赏联大会的 我觉得肯定有更大的阴谋 阿丘说莲子在云州 你说这个大会会不会跟莲子有关系啊 啊 我是说万一 万一啊 我们这次下山呢 赶走了金面狐狸 又能从众多高手中夺回莲子 你说师父该有多高兴啊 那可不 师妹若是能从各大门派手中夺回莲子 师父一定对你刮目相看 这个夺回莲子啊 我肯定是义不容辞的 只是 只是这个其他门派的高手啊 还全养 全都要养仗师妹了 我回头一定在师父面前 替师妹好好美颜几句 师妹喝 我不渴 你你你你不是 行 好你可 这个黑心汤圆 亏我刚刚还觉得你人变好了 行 我赵坦坦 就赌上我清源之光的名号 这次额府之行 我一定会不须此行 按我吩咐地去坐吧 是 谁 秋秋 秋秋 你们怎么在这里 好巧啊 崔兄 崔兄 你莫尽怪 他就这副德行 要是没事的话我也先走了 对不起 崔兄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脚底下都一滑 你的胳膊 痛 痛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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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是想 打水洗澡的 现在你把我撞伤了 我手使不上劲儿 只能麻烦你帮我提桶水了 崔兄 你看 你都受伤了 要我明天再洗吧 不行啊 你不知道 我们修针制人哪 很麻烦哪 每天都要洗澡的 用水还很多 一天不行就会痒啊 现在就痒 又痒又痛 我让掌柜的 掌柜在算账 小二 小二在大堂打扫 莫 莫言刚走 疼 又疼 这不行啊 崔兄 我这身为一个老板 从来没给谁提过水啊 哎呀 你看 你把我撞伤了 你要我负责啊 你就行行好 不是 帮帮我啦 不是 走了 秋秋 走了 难道他真的毫无伶礼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 秋秋 不好意思啊 释手了 释手了 你若是不信任我 直说就好 何必如此试探我 秋秋 你误会了 你不是说你略懂武艺吗 那我想跟你切磋一下 没想到差点伤到你 实在不好意思啊 行了 我明白 但你好请不要这么无聊 难道他真的没有灵力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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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进去吧 等等 那不是昨天遇到的两个人吗 这个是我们的亲戒 无名倒的 无名倒 是什么门派 我还以为有多厉害 原来只是无名小派 他们都是上边 那我们清元派 岂不是重量级贵别 清元派不会逝世多年 未必比得上无名小派 我还不信呢 我乃清元派赵坦坦 这二位呢 是 没事 你们可能是没听清楚 那我再说一遍啊 我呢 是清元派的赵坦坦 下去 有没有搞错啊 那种十八戒的小门 怕都能进去 我清元派为什么不能进 坦坦 坦坦 哪里 那什么狗屁规矩 你们信鹅的找盾是不是 走 下去 下去 走 走 下去 出去 真是被俄欺 我清元派堂堂修贞大派 居然被俄府的人瞧不起 等等 别激动 别激动 阿雀 你别误会啊 我们清元派平常 不是这样的待遇 呦 我当是谁在这儿 大吵大嚷的 谁啊 原来是七勇穷元派 我听说呀 这俄府的俄老爷 出手那是相当的阔绰啊 去应聘当个夏日也不错呀 你去吗 我不去 那谁去呢 两位道友 我们上次呢 没抓到金链狐狸 但是 我发现 不是 你发现什么 你赶紧说呀你 师妹不能说 你赶紧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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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这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这要是被他们知道了 你相信我 可以的 你赶紧说呀 别打仗啊 快 开车开车 但是吧 这里大庭广众之下 人又这么多 咱们 找个披荆的角落 辟静的角落 这么轻易就料到 没意思啊 他们两个没事吧 睡眠觉只会让他们 昏睡几个时辰 无妨 不过 只有两张情节 怎么办 尔府危险 不如秋兄 先回七夜客栈休息一会儿 阿秋 要不你先回去吧 你没有法力 万一遇到危险 也不太好 好 那我就听谈谈的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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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